為了要讓在地小朋友可以了解自己心中的土地 透過電力特殊官與在地的新農林加領共同合作 邀請在地的插畫家基盤加索耶穌的確定 以請透過體驗 讓小朋友和爸爸媽媽可以增加互動 利用作品的創作 讓小朋友對這批土地有更新的實施 也將在地的耶穌文化團成下去 一桌一桌上色在跟小朋友可是非常頂尊的中途性 這回透過電力特殊官買公分館 可是基盤真正藝術的客廳 讓爸爸媽媽帶到小朋友 到底體驗這項藝術文化 很好玩 很有趣 因為這個可以貼在牆壁上做裝飾 剪子活動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休閒活動 也是讓小孩子練習 就是手腳能夠比較靈活這樣 然後也可以說不要讓小孩子 一直在家裡看電視啊 玩平凡啊 出來做一些有益身體健康的活動這樣子 這次請到當地的插畫家 中政府來教大家的剪刀 利用在地上特別的人物 就是教學這次的苦庭 不然是要好朋友就知道當地的文化 也能將剪刀技術提供出去 大小朋友認識我們自己社區的一些元素 那加入這些元素 那也帶進這個剪子的藝術 讓其實大小朋友去 有這個簡單的剪子活動 然後來認識社區 認識我們在地的點滴 也透過藝術 其實就是因為我也在自己的社區推廣這個社區剪子活動 那希望其實就是也把這樣子的剪子藝術 帶到土庫鎮更多的地方 讓大家也可以來一起剪子 透過這次跟在地青龍靈加龍導致合作 不然是讓家長跟小朋友增加剪別的活動 也可以找到客廳跟小朋友關懷在地文化 讓他們重心實在透過電 希望透過繪本的作家 創作者 親自的來到圖書館跟大家分享 可以跟孩子們更貼近 好像可以 故事可以走入他們的生命裡面一樣 那我們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回鄉民 那林佳良先生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公司部門一起協力 能夠邀請到張正福老師來這邊教大家剪子 我希望說 每這個配合後讓我們透過剪子 讓孩子知道剪子的一些文化 還有現實裡面有一個意義就是 讓孩子知道說 沒有 還有文化 還有我們土地要做優先 一些農業的配合 希望藉到這個機會 讓小朋友了解透過電台800款的特色 未來大時可以為在地出一份力量 記者在日常報導